今天带大家了解下空分行业的律师严格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国际上空分行业的发展史 早在1903年,德国人林德就利用娇尔汤区效应 采用高压节流技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这样机 开创了世界工业这样机的发展史 1902年,克劳特创立了克劳特液化型观理论 并于1910年在法国制成了第一台中压带膨胀机的这样机 在30年代以前呢,基本上只有德国和法国能生产这样机 当时这样机主要满足焊接切割用鸭 以及化工所需的子弹设备,且主要为中小型设备 在1930到1950年除了德国、法国、向苏联、日本、美国、英国等国家也开始生产这样机